今次我第一次參加亞運 我很緊張 我這次去抱著最好的打算和最壞的打算去 最好的打算是可以上場 有能力去跟別人爭取獎牌 最壞的打算可能這次去只是後備 沒有機會上場 無論如何 我覺得今次有得去的開心 希望今次去可以 無論上不上場都可以獲得最大的收穫經驗 可以學到最多的東西 因為有師姐跟我說 去亞運一定要抱著最好和最壞的打算 你只想著最好 萬一失敗了 你就會受到很大的打擊 所以她說一定要有心理準備 所以帶著兩個打算去 一個是最好一個是最壞 亞運給我的特別意義 就是達成小時候的夢想 小時候想代表香港去一些大型運動會 只能在電視上看到 今次終於自己也有機會可以親身去參與 代表香港 我覺得很榮幸 最大的困難就是 有時候可能連擊都沒有什麼進步 沒有什麼進展 有時候會懷疑 自己是否真的可以 會不會不行 會不會被天分限制了 我沒有想過想放你搶冷車 我只是會突然之間很聚爽 然後可能很懷疑自己 在想堅持下去是否真的對 但是很快又可以走出來 所以又覺得不會的 明天可能就會更好 我覺得那天是公平的 就是你付出了 她一定會又回報 不會真的什麼都沒有 所以我就相信自己 因為我覺得如果連自己都不相信自己 那更加不會成功 最重要是先相信自己 我才會選到保命 然後我會選擇 以為是我們最重要的 當然最重要是你 所以你會選擇 你選擇 是我們要選擇